其实西方国家援助的鲍二坦克终于陆续的抵达前线了 对乌军来说是打雷剂强心针 不过在目前的部分地区 战况依旧对乌军来说相当不利 我们就先来看这个地图 像是乌军在去年光复的酷皮杨斯克 近期就遭到了俄军的炮击 被逼的撤离平民 至于在巴赫姆特 更是被俄罗斯的瓦勒纳佣兵集团宣布包围了 所以我们就来看 巴赫姆特现在更是四面楚歌 根据CNN报道 在盾内刺客警方表示 最后一条的补给线 也都已经被俄军给炸毁 尽管军队还是可以透过田野小径进入城市 但是重要桥梁被炸断之后 平民难以继续的撤退 弹药等物资也非常难在进行运捕 因此传出了现在乌克兰无人机部队 也已经收到了撤出的命令 那另一方面呢 俄罗斯特种部队还宣布 摧毁了乌克兰的自爆小艇部队 蛙人部队还有海军基地 但是我们来看呢 乌克兰并没有轻言放弃 传出俄军大举进攻巴赫姆特之际 乌军下个目标是瞄准的是克里米亚 传出乌军将组百万精锐部队 准备在五月份的时候进行大反攻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